今天了就从今天下半天开始包含了北部东半部地区 中南部山区降雨的几率都会增加 其他地区还是多云的天气 而中南部是日夜温差大 气象局势预测明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北台湾整天是湿湿凉凉的 而中部以北的高温剩下大约21 22度左右 低温18度 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将会迎来另外一波较强的冷空气 这波冷空气会接近大陆冷气团等级 低温下探13到15度 空旷地区甚至气温还会在低个1到2度左右 会持续影响我们三天的时间 特别提醒大家要留心气候的变化